记者张轩哲台中报道,购买数位教材性三思。 台中是一间贩售国中课程的数位科技公司,将市价数千元的无敌Bester平板教材搭配试卷, 以于13万36七分期付款,推销给家长,中部多名家长发现与销售说明有所差距, 欲介约却难以退款。 销保官今日指出,该公司今年总共有15例消费申诉, 仅3例在7天内向销保单位申诉,有成功退款。 该公司强调,一切都照合约执行,并没任何疏失, 因为产品鉴上期都过了,无法退费,试卷也是合法贩售。 上午有4名中,张地区家长于台中市议员谢志忠服务处叙述购买教材经过, 台中市北区秋妈妈指出,儿子就读崇德国中, 当初先接到电话行销与业务员拜访介绍数位教材购买, 但儿子用了几天就不想使用,去电公司要退款, 但公司都以话术敷衍。 自己是担心妈妈靠住大零工为生,缴了武器之后,就无力缴纳, 随后又接到融资公司催缴通知,现在也无力让儿子上部席班, 感觉遇上诈骗集团,除了邱小姐之外, 另有张化献分园国中,台中市新光国中, 地心国中家长出面指控受骗。 谢志忠表示,业者以大学生利用关心孩子教育名义致电, 到来家中却是行业务销售之时, 推销13万高额数位教材,让家长1分367融资购买, 但平板教材早停留在102至104年份, 而且不能更新,其无敌科技BAS的平板也已停产, 之前市价为不到8000元,非常不合理, 几乎没有退畅机制。 台中市府销保官康辛仁表示, 今年飞扬数位的消费争力增多, 此类型访问购买可逾期天内无条件退款, 但消费者资讯不了解, 加上业者以合约、教育等多重方式影响家长, 一旦拖延过7天,就无法退费, 大多按键消费者仍求助无门。 补习班上有阶段式退费的机制, 但此超过10万的高额消费, 相关法规却仍不明确, 希望政府尽快来推动制度保障消费者。